老师的意思是 那里有机缘 没错 此番前去 舍不定有望晋升先天 你去安排吧 是 楚教官 我听说龙都那边 因为您拍卖的那幅画 掀起了一阵轰动啊 意料之中 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幅画最终被唐家人拍下了吧 您怎么知道 最终成交价也有十亿左右吧 您真是神了 唐家不多不少正花了十亿呢 您不会是在我身上安监控了吧 哈哈 天机不可泄露 用钱换修为这样的好事 唐家当然求之不得 接下来就等查到我身上 请我去龙都一序了 在那之前 我也得提升下修为 龙都的水比江城更深 到时候 又是一场大戏 我终于进入大武师境了 我都破境半个月了 你也太慢了 那要怎样 跟他们比起来 咱们都是loser 楚教官这两个徒弟 啥也不干 都能一周进入大武师 可能我胡言变得快饭了 真比人气死人啊 话说 楚教官已经闭关两周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去 大白天的 怎么突然打雷了 这看起来不是普通的雷 今天 我就要一举迈入中雷体 这威力也太大了 忘了我恐怕要灰飞烟灭啊 天下雷灵 唯我所用 太极阴阳拳 攻城 雷来 不是吧 竟然能直接召唤雷电 不愧是楚大师 我等只有仰望的份 这辈子 都别想追上他的修为 万钦雷霆 进入我身 成功了 哎呀 羞死人了 楚一 你干嘛了 就算看到我断体成功 也不用这么激动吧 楚教官 你的衣服 抱歉 刚才的雷电 把衣服劈碎了 喂 爸 怎么了 小艺 唐家今天派人来找你了 他们找我做什么 是因为那幅画吗 不 他们说 你好歹也算唐家外孙 给你订了个亲事 让你去龙都完婚 什么 完婚 唐家拆散我们一家人十几年 如今还想干涉我的事 真是欺人太甚 都是爸爸无能 让你受委屈了 您不用自责 这件事 交给我处理就好 来得倒还挺快 是唐家人吗 没错 楚商 跟我们走一趟吧 落魄的野主 竟然能以唐家外孙的身份 跟龙都新贵陈家联姻 真是便宜他了 我凭什么跟你们走 家主口遇 命你即刻回去 跟陈大小姐成婚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这可是你认祖归宗的好机会 我那便宜舅舅 会这么好心 哼 若不是其他少爷都有婚约 也轮不到你捡了 原来是唐家无人可用 又想和陈家搭上关系 这才想起我来吗 少废话 赶紧跟我走 你听清楚了 小爷我不去 这可由不得你 带他走 是 小子 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混开 厨艺 你以为学了两手三脚毛功夫 就了不起 我们唐家最不缺的就是武者 你这狗奴才还反了天了 我会去龙都 但时间由我来定 轮不到你们指手画脚 若是再敢来骚扰我父亲和妹妹 我便灭了唐家 你活腻了吧 敢这么对我说话 马上 滚出我的视线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输 就连斗雀公的孤雾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少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少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的刚 解锁漠视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都结了 一样的 何时才能为您暴战吧 浏览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我看你赢了 我看你赢了 你赢了 看你赢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